上发天女就跟舍利佛讲 你若能够转持女生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女 你现在这个女生 变成男的 则所有的女人 也都能够转 都能够变化成为男生 如果舍利佛非你而现女生 你不是你的 但是你变成女生 一切女人依附之世 所有的女人也是这样子的 虽然变成女生 但是他们也不是你的 事故佛说一切诸法 非男非女 即是天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过 一切诸法 不是男的 也不是你的 现在问题来了 我年轻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一直到长大 我就认为我是男生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男生 女生就是女生 男生就是男生 那我从小 从幼稚园 我就有女朋友 我幼稚园的女朋友 我的名字还记得 他叫林燕毅 对啊 我小学的女朋友 我也记得 他叫高存心 我初中的女朋友 我还记得 人家会问 那你初中女朋友叫什么 因为太多了 那你高中的女朋友呢 当然啦 我也以前也有个姓卢的女朋友 不是卢立香 叫卢玉元 卢玉元 高中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 那个女朋友 在花莲 姓管 姓管 管理的管 大学 大学的读后 女朋友更多了 那数不清了 不要再讲 我都认为我是男的 我女朋友是你的 我从来没有把女朋友 想成他是男的 时代不一样啦 我们以前哪里有是男的 变你的 你的变男的 现在时代不同啦 你想当男的 可以 你到这个医院里面 我想要转成男的 医院他就帮你修改 修理修理修理 你就变成男的 现在呢 女生 我不愿意当女生 我要当男生 修理修理修理 就变成男生 那你的呢 要变 男的 要变你的 也是可以啊 修理修理修理 他就变成你的 现在变来变去 还有所谓的中性 他一会儿是男的 一会儿是你的 天啊 我确实看过一件事情 你们相信不相信 那只是baby啊 他抱来给我看 我一看 天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那个baby全身脱光 他的这个秘轮 是女生的秘轮 他从秘轮的中心 又长出 男人的秘轮 你看过这个没有 看过了几首 我是在台湾迪藏室看过 台湾迪藏室有一个人抱来 抱一个baby 你看过吗 没有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看过 他是女生的秘轮 从中间又长出男生的 一个baby 那他的家长就问我 他到底是男的还是你的 我说 我说这个一定要 要医生 你到底要他是男的 你就把他红起来 要变成你的 你就把那个割掉 就咔嚓 就没有了 不男不女 真的是阴阳人 我确实看到 我没有骗大家 既然有中性的 也有阳性的 也有阴性的 可以男变你 你变男 要看你的性相 属于哪一方面的 到时候再改造 那是现代 古代 释迦摩尼佛时代 哪里有这个 没有 我那个时代都没有 上发天 是这样子的 虽现你身 但是其实不是你的 这是上发天 你用神通 把舍利佛 变成你的 他是男的 变成你的 所以佛说 一切诸法 非男非女 所有的 都是中性 不是男 不是女 都是因言所生的法